抱歉 當初有兩萬五千 多戶的養住戶 對不起 當初有兩萬五千多戶的養住戶 現在剩七千多戶 那有一萬八千多戶不見了 我們家就是那一戶 剛剛有講到一千七百億的損失 我們家大概貢獻了四五百萬 四五百萬對一個農民來講 他可能就站不起來 那只好農民沒有資產 那只能就是賣地 那他的爸爸負債四五百萬 你看主委講的 那是他活生生的經驗 美國讀書的孩子拿了博士回來 還要跟著負債支還 而二十四年前 那個病毒檢驗出來的那個檢驗員 就是杜局長 眼淚都滴下來 而那年三月 台北縣買的豬汁 就是到十二月 接任縣長的我 看著那些豬汁的血水 從很多地方這樣流出來 一家一家的農民 不只是養豬戶 賣飼料的 運豬汁的 屠宰的 你看就是這樣 突然之間台灣就垮了 如果去年沒有因為各位這麼努力 我們這樣守住這個非洲豬汁 今天我們不是在聽 我們巴掙成功的成果報告 實在又一個惡性循環又開始了 今天所有沒有豬肉吃一年一千七百億的順勢 但各位的辛苦是有成果的 各位守住了 養豬業者 運輸業者 屠宰的 賣豬肉的 賣貢丸的 賣肉羹的 所有生意都不受影響 這是因為各位努力 所以我給各位表示敬意 也是由衷的 是誠懇的 對我而言 剛剛集中部長跟蘇院長 談到有關口提議的事情 那兩位都哽咽說不出話來 我們的團隊有政府會做事 並不只是在於說 我們有非常高的行政執行力 更重要的是說 我們對於我們的土地跟人民 有無比堅強般的熱情 這個都是我在各位身上 所學到寶貴的一課 所以我和其有幸 可以在這個充滿熱血的A-Team裡面 追隨蘇院長跟所有的同仁 一同工作的一年半 那這個絕對是我人生最寶貴的經驗 要記住 我跟大家一樣 我們在這個團隊裡面 共享了很多的理念跟價值 那謝謝大家一年來的包含跟指導 謝謝大家 謝謝 正因為台灣 防疫工作動足機先 我們才能邁向成功 陳副院長 都以他認真負責 學養經驗幫助我很多 要求各位很多 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基礎 昨天他遞上來辭城 我特別辭職照準 祝福全城 而這個辭職的生肖 是從明天開始 我們祝福他 此去 一路順利 成功回來 讓我們大家熱烈掌聲 謝謝 陳副院長 繼續衝 繼續拼 國家繼續向前進